韩国男团CNBLUE主唱郑融合去年11月退伍后 火速复工展开个人见面会吸睛 而前年7月入伍的队友李正信与江敏赫 原定同样在本月19日退伍 但据悉二人在月初已向军中申请休假 所以在正式退伍日期之前 两人已经不用重返军中 等于已经过着退伍的生活 而郑融合近日便招待两位队友到访家中 李正信更在社交账号上传了三人的合照 不少粉丝留言表示 期待CNBLUE强势回归 以及三人合体开唱 至于前年8月入伍的李宗宣 因为去年3月牵涉郑俊英与胜利的聊天群主丑闻 被曝以低俗的字眼贬低女性形象受损 同年8月在爆出他当兵期间 私讯骚扰女网红之后 再度惹起争议而宣布退出CNBLUE 而他也将于月底退伍 本来他是打算跟CNBLUE的队友 差不多时间退伍 以缩短团队的空白期 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